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在政党方面 或者说在高层政治圈的情形 有共和党11名保守派的众议员 现在罕见的和民主党站在同一个阵线 反对自己党内所提出的两项法案 借此来表达对此家议仗麦卡锡 他促成债务上限协议的不满 根据报道 众院共和党是在昨天审议两项法案 要求国家继续允许民众使用煤气炉 借此挑战总统拜登的环保和能源的政策 但是保守派的同僚反对之后 领导层游说了将近一个小时 还是没有办法化解风波 最终导致两项法案触交 也206票赞成220票反对 没有办法通过程序表决 两名共和党消息人士透露 这次世代发展是完全出乎了高层意料 在保守阵营也指责麦卡锡领导的建制派 秋后算账 说领导层曾经直接向保守派众议员克莱德 施加过压力不会把克莱德提出的枪支法案 列入这个礼拜表决议程来惩罚他反对 占线协议对此中院共和党领袖卡丽斯 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在现在保守派的这一次反扑也让外界关注麦卡锡 是否可以保住他的议长的地位 他上任虽然才不到半年 但是在债线谈判之后 已经有自由党团成员名言 支持启动离职动议将他罢免 但是部分保守派议员昨天又突然改变了 他们的口风 那么避谈麦卡锡的去留问题 并且表示可以寻其他的方式来表达立场 包括了阻止党友所提出的法案 接着我们再看的就是新泽西州前州长Chris Christie 现在正式加入共和党总统提名战二度的尝试 来问鼎白宫了 并且还摆明了姿态要和前总统川普要和他矫正 大力的抨击对方政策和个性 不适合担任国家元首 但是Chris Christie目前的支持度还是相当的低迷 分析则认为他参选的最大影响 就是冲击川普的选情 这是Chris Christie第二度争夺提名 2016年时他同样的把筹码放在新泉州 在纽亚布什州 可惜在当地初选他只得到第六名 黯然退选之后转而支持川普 辅助对方组建执政团队 两人的关系还曾经一度不错 算是紧密 但是呢在现在的话 现在Chris Christie出马 要对手现在锁定的就是川普了 共和党现在提名 形成了混战的局面 在近月多项主要民调显示 川普的支持度还是遥遥领先 与排在第二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德桑蒂斯逐渐拉开距离 其他参选人包括了Christie在内 支持度都是只有个位数在里边 另外呢联邦法庭已经下令 遭受刑事起诉的众议员 George Santos必须披露 到底是谁为他共同签署 50万元的保释金 但是法庭允许Santos上诉 其间可以为担保人姓名暂时的保密 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官 在昨天采纳媒体的意见 同意这件事情涉及到公众利益 又需要维持最高透明度 因此即使Santos的律师表示 在George Santos宁愿入狱 也不要透露担保人的身份 还是颁布了这一次的裁决 34岁的Santos 他代表纽约的皇后和长岛部分选区 在去年中期选举胜出之后 被揭发参选时捏造了包括学历 工作履历甚至家庭背景 随后丑闻不断扩大 调查还发现他在家乡巴西 还曾经面对刑事的官司 2022年参选时涉嫌欺骗捐助民众 盗取竞选款项 非法领取失业救济金等等 George Santos但现在拒绝 辞去他的议员职务 5月上旬更声称不会放弃连任 刑事案件继续审讯之后 他将在6月30日再度出庭 接着我们再看到的 这是药业巨头Mark 他在昨天控告拜登政府 指责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 IRA授权政府和医药界溢价 如同设下了敲诈勒索的骗局 侵犯了他们公司 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 所享有的权利 在现在美国的卫生部 是可以和药商谈判 确定联邦医疗照顾计划 也就是Medicare药物的定价 预计的措施生效之后 未来几年 可以为纳税人节省数十亿元 对此Mark则向首都华盛顿的 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状 批评这个举动并不是真正的谈判 相反的只是卫生部挑选药物 然后强迫生产商接受价格 如果药厂拒绝 还可能被征收95%的消费税 情况无异于敲诈勒索 有见其此 官司将卫生部长 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中心的主管 都一块列为了被告了 好 接着我们再看到 佛罗里达州北区联邦法院的法官 颁布了临时禁令 阻止实施州长德桑蒂斯 所倡导的一项新法的部分内容 这个裁决说 性别认同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指出拒绝向未成年病患提供治疗 是没有任何合理的依据 下边我们看到 哥伦比亚大学在昨天宣布 此后不再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交数据 推出报社的本科院校排名 外界预料这个举动 或许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导致更多的专上院校会追随 哥大在多年来一直排名居于 或者是接近榜首 前年更是攀升到全国的第二名 但是校方在9个月前承认 曾经在班级的规模 教师的资历 教学支出等多个关键方面 提交的是不正确的数据 导致在去年秋天排名出炉的时候 报社依靠其他公开信息判断 哥大排名 结果哥大只能够排到第18名 连这个前10名排不上 更不要说前三名了 在现在数月来 全国许多知名法学院和医学院都宣布 不再参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 其中也包括了各大的法学院和医学院 大学这一次连本科排名都退出之后 可以说与排名榜彻底的划清了界限 在校方去年纠正失误时有所启发 哥大说 教务长和其他的学校发出声明 排名可能对未来学生产生巨大影响 大学勉强自己浓缩成抽象数据的话 只会损失很多的东西 所以在现在呢 在哥伦比亚大学已经退出了相关的排名 预料这个做法会引发连锁的效益 好 在我们的五件新闻 下边呢再看到这是CNN的消息 CNN的CEO现在突然辞职离职了 那么离职的主要原因 外界现在看起来呢 应该与美国前总统川普所进行备受批评的 一个叫做汤浩市政厅的特别节目是有关的 现在还不清楚呢 这个CNN的CEO是自愿离开 还是被Warner Brothers 因为CNN的大老板上面的大老板 还是Warner Brothers 是被他们公司所逼走的 目前还不清楚 好 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则则是 纽约皇后区霍华德海滩的一名 71岁的居民 他得到了Megamillion的这个奖金 一共是4.76亿美金的奖金 那么选择的是拿现金 所以他拿到了超过1.57亿美元的现金 现在呢 他表示 只要拿的这一个奖金呢 他要去度假 他要买新房子 要换新车子 同时要捐给教堂 好的朋友们 在这个五件新闻最后 我们看一则重要的报道 这是联调局发出了警告 指不法分子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度伪造技术 Deepfake 把民众发布在网上的日常照片 恶意地篡改成性爱或是暴力的内容 然后借此骚扰或勒索当事人 当局呼吁公众使用网络时 必须多加小心 根据报道FBI在日前向公众发出的警告声明中说 随着电脑技术不断的进步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日益精细 不法分子可以从受害人的社交媒体账户取得照片或视频 利用AI技术改成内容露骨的画面 然后在社交媒体网上论坛甚至色情网站大肆散播 一方面因此赚取收入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滋扰以及威胁当事人 专家提醒 无论在网络张贴资料或社交媒体 约会应用品等平台发送信息都要提高警觉 有时发送的数据看似无伤大雅 但是却能够成为歹徒的素材 稍加改动就能够成为犯罪工具 让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或身心伤害 所以以此这一个新闻 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你在网络上面 网络平台不论是脸书或者是微信 或者是line这一些 或者是其他的网络平台方面 使用了你的照片 朋友的照片 家人的照片 当你有这些数据 这些内容上网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 不要被有心的歹徒利用 篡改之后成为伤害自己 或者是家人的工具 好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后面先为朋友们翻译 编辑和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休息一会儿 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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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